酒驾骑士撞死人却判无罪 苗栗现营36岁的王姓男子 前年因为酒驾不慎撞死了 违规穿越马路的85岁郑姓名长 而骑士的酒册值是0.15毫克 但是法官认为 警方在酒册的时候并没有全程录影 举巴上有瑕疵 再加上案发当时疑似对象车辆 出现了远光灯的强光 影响到骑士的视线 因此判王姓男子无罪 让死者家属无法接受 表示将上诉到底 监视线外面牌下一名机车骑士 骑了过去 但远方因为一辆轿车 疑似开着远光灯 从对象车道而来 影响了机车骑士的视线 导致骑士不慎撞上了 违规徒步穿越马路的正姓领长 85岁的领长 宋一急救两天后宣告不治 家属认为是机车骑士没有注意 造成领长死亡 将这种判决 你没觉得你觉得做人不服气 对啊 我不服气 只是想要知道真相 虽然事隔两年 单家属不满 机车骑士酒后造势 酒测值0.15毫克 但却因为警方在酒测时 没有依规定全程录影 据发程序有重大瑕疵 撤销了男子酒驾的罚单 再加上法官认定 对象轿车开了远光灯 刺眼的白光影响了他的视线 所以才无法注意到 通过路口的正姓领长 因此判他无罪 其实酒驾还撞死了人 竟然罕见的能垂身而退 而这是他第二次酒驾 驾照早就被吊销 郑姓领长的家属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 无法接受 坚持上诉到底 姐长新杰苗栗报道